台尔庄决战事关全局 我希望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要发生 如果有人胆敢以身试法 本司令长官绝不宽容 台尔庄大姐 是我国抗战以来首次大姐 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指挥官李宗仁 也在此战中可以说是摒弃前嫌 与蒋介石一起合作抗敌 拯救中国人民与水火 李宗仁18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市 在本房同辈男性中 李宗仁排行第九 祖上历代也是务农出身 六岁的时候 李宗仁开始读私塾 并于1908年的时候 考入了广西陆军小学 不久后武昌起义爆发 广西陆军小学改为陆军塑成学堂 李宗仁也开始学习补课 1913年 82岁的李宗仁毕业了 毕业后 李宗仁前往桂林省模范小学应聘 担任高级班的军训教官 此时的李宗仁没想到 两年后的他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1915年 袁世凯公然称帝 李宗仁也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上了一名中尉排长 接着又参加了各大战役 因为作战勇猛 立下赫赫战功 李宗仁也逐渐升任 成为越贵边防军的司令 并且在许多人的加入下 李宗仁在广西的实力更是大大增加 1923年 李宗仁和白崇席等人宣誓 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5年 李宗仁与白崇席等人 铲除了广西军阀势力 统一了广西 1926年 李宗仁也趁此合并广西的兵力 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也就是著名的刚军 到了1927年 李宗仁为首的贵席势力 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之大 总兵力几乎已经达到了20万人 随之 918事变发生了 面对日本人的侵略 李宗仁有自己的看法 非常支持抗日作战 并且李宗仁还发表了交土抗战论 讲述了抗日战略 1936年6月 两广事变发生 李宗仁和陈己堂一起联手逼讲抗日 随后蒋贵达成统一 贵席军队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五陆军 李宗仁被任命为总指挥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全面侵略中国 面对和自己有嫌隙的蒋介石 李宗仁决定摒弃前嫌 在民族灾难面前 李宗仁选择勇敢地站出来 与蒋介石一起联合抗日 在之前的几年里 因为内部斗争 导致广西的实力也有所削弱 李宗仁为了修复这种创伤 一方面 李宗仁立马下令 向外国购买枪械武器 准备来对付日军敌人 一方面 李宗仁开始建立兵工厂 希望可以自给自足 能够攻击战斗所需 除此之外 为了增加作战实力 李宗仁还下令扩建空军 开办航空军事学校 配备了美国 英国 日本三个国家的飞机 样式个50架 因为李宗仁的及时指示 广西的战争创伤很快被修复 差不多有100万广西子弟 走上了抗日战场 在后来出色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7月30日 平津失线了 日军下令以40万的兵力 分成四路 一路为10万人马 开始全面进行南侵 10月12日 李宗仁授命驻守徐州 上任了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 指挥着金土路沿线作战 对抗着侵略的日军敌人 这时候 松户会战已经结束了 上海也不幸地已经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而上海已经失守 南京基本上也是危在旦夕 李宗仁看到目前的形势 开始分析眼前的局势 南京失守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 假如南京失守的话 那么金浦县必然就会成为 日本人攻击的下一个目标了 于是 李宗仁立马开始对金浦县进行研究 并且及时做出抗战战略 徐州 是江苏的一个重要城市 也是金浦和龙海两端铁路的枢纽 地理位置之重要 自然不需要多说 而徐州的地形 是四周都是山 河川也比较多 是历史上一直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可以说 徐州的安危 直接关系着全国的抗日大事 必须防守 函算完这些 李宗仁当即决定以徐州为重心 进行徐州会战 很快 李宗仁就前往徐州准备开始进行部署安排 等来到徐州之后 李宗仁发现原本繁荣的徐州 很是萧条 原来 住在城里的居民得知日本人要来进攻时 都很是担忧 纵然大家都舍不得 但还是决定离开这座城 纷纷迁徙到其他的地方寻求活路 李宗仁看到徐州是如此场景 心里也很是难过不已 于是 李宗仁决定 在徐州会战即将开始前 他要做一件事情 在11月初开始 李宗仁每天早上都会骑着马自处瞎溜达 而且在骑马的时候 李宗仁的表情也很是放松 看上去完全像个没事人一样 在城里逛一圈 就又回去了 其实 李宗仁是故意做出悠闲的样子 毕竟他是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 这样的话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他作为长官 并不害怕 心里很是放松 这样 可以让大家相信局势没有那么可怕 也就不会有人每天都要离开徐州了 果然 在李宗仁每天早上 骑马绕成溜达大约一个星期后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大家看到李宗仁脸上的表情 也相信徐州应该是安全的 不然长官怎么可能那么轻松 于是 许多人都决定不逃离徐州城了 甚至许多逃离徐州城的人们 听到李宗仁掌官在徐州城里的轻松之举 纷纷回城 很快 原本有些萧条的徐州城里 又很快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李宗仁的心里 也总算是放下了许多的担忧 其实 大战在即 李宗仁的心里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但是为了让群众们放心 他只能尽量安抚大家 等城里的局势安稳下来后 李宗仁也很快发起号召 召集城里面的年轻人踊跃参军 加入抗日战斗青年团 发起抗日运动 有了李宗仁在徐州坐镇 大家都很是相信李宗仁这个长官 都相信他有能力带领徐州百姓 抗日成功 战胜日寇 于是 许多城里的年轻男人 甚至是年轻女人 大家纷纷踊跃加入了抗战青年团 配合李宗仁发起抗日运动 进行徐州城内的抗战防守部署 有了群众的支持 徐州会战的抗日运动也发展得非常顺利 当然 后续我们都知道了 虽然李宗仁率部拿下了台儿庄大姐 赢得了中国抗战首次大姐 但是因为兵力等问题 徐州最后还是失手了 但是在徐州会战前 李宗仁的准备工作和号召工作 还是给徐州城的百姓 吃了一颗定心丸 打了一针强心剂 很多群众后来也都纷纷知道了真相 知道李宗仁在会战前 起码在城里巡视 也是为了稳定民心 号召大家一起抗日 于是很多人也称赞李宗仁 虽然骗了大家 但却是个抗日英雄 是个好人 我想这是对李宗仁最高的评价了吧